大生的舊的商場宿舍已經七十八年了 未來會變成再來第一座 新住民媽媽的故事館 在我們的羅列鄉中央來請出經費精修 讓大生新的住民媽媽 未來中他的故鄉可以放三份的故事主 搭回我們大生 未來在我們大生新的住民媽媽 可以在故事館裡面 把我們的孩子母國的語言和文化 讓新的住民媽媽的母語 講這種優勢 蘇南部蘇丁 新住民媽媽和新住民的孩子們加油